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强的海绵床垫了 足足有100米长 发泡海绵是个化学过程 先把我们的小处理保护起来 各种化学元素汇集在一起 就可以发泡海绵了 像这样100米长的海绵大面包 我们每天要发一条 大家看发好的海绵 按客户的要求 切成1米或者1米8宽 下期再见 这海绵床垫不是什么高科技 怎么在非洲就这么火呢 那可不是吗 王总我跟你说 无干大人真能伤 每个家庭有几个孩子 我知道其实有的家人穷了 连床都没有 是的呀 没有床 但是至少也得有一个床垫对吧 对 大概一天能卖多少片 一天大概一两万 一两万片 对呀 这是什么呀 远看像地毯 往进一摸 是塑料 王总 这是我们商场的 无干大人最喜欢的 啪啪店 啪啪店 是啊 大家看着左右两侧 珍珠棉的半成品 就这个量 只能维持10天的生产和销售 虽然是咱们中国人投资的工厂 但厂里看不见几个中国人 超过700名 无干大产业工人日以继业 为着工厂的利益 和自己的生计而奋斗 我手里拿的就是啪啪店的边角下料 通过这么一台简单的设备 拉丝最后再造成为颗粒 回收后的原料 又回到我们生产线 生产新的啪啪店 这个行业都没有浪费 每当在非洲看见这样的中国工厂 我就倍感自豪 大家看这些库存 你可别觉得多 每天工厂外只有几下台卡车 等着过来拉货呢 我们工厂给你特制的这个啪啪店 特制的啪啪店 平常呢 你在身边可以跳舞啊 野餐啊 运动啊 都可以 是吗 你不然要不然咱们试试 yes 在你的心里 我是否就是唯一 爱就是愿我常反对你 别别 情话多说一点 想我就多看一眼 表现多一点点 难过能真的看见 我白上说一点 也吓得 你不得让你 你不得了